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社会中的这种物质的欲望 还有我们自己那些不良的习气 去扭曲去伤害内心那种善的苗啊枝芽的萌发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生活中 一点一滴每一件事情都尝试着去做那种正义的事情 不要让自己的内心受到扭曲 受到伤害的话 慢慢的那种浩然之气就会在我们心中充满 然后我们还讲了宋人的故事 讲我们做这种内心的修养的功夫 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不要去预期也不要去助长 这个都是孟子讲这个人性啊 还有人的修养非常深入的那些部分 今天呢我们就来相对轻松一些啊 我们讲了一个孟子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呢 我们也能感觉到孟子 他本人作为实践他所说的这些功夫的人 他表现出来了一个什么状态 这故事很有意思啊 孟子呢他是当时想去见这个齐国的国君 也就是齐王 他其实他是到了这个齐国呀 他要想去见人的齐王 因为他想要齐王能够信服他的政治 和对于人性的主张 进而呢能够改变齐国的社会 给当时的那种老百姓 带来更加安宁的生活 所以他就想主动的去见这个齐王 但是呢 在他准备要去见这个齐王的前一天 这个齐王齐国的国君 就派人过来找他 就跟他说 说孟老夫子您来到齐国呀 我觉得很荣幸 那么按理说呢 我应该去见您 因为您是很有道德的人 然后我呢 如果想要用您来治理我的国家 那么我应该主动的去拜会您 但是我有一种病呢 就是我有这个风含病 含病含疾 所以我就不能够招风 就是不能够出来 然后吹这个风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就不能主动来您的住所见您了 明天的早晨啊 我就要上朝 我见这个文武百官 我出来办公 不知道能不能够请您 到时候来到我们这个朝上 这样我就能见到您了呢 这个呀 很有意思 这个明显是一种借口 一种托词 也就是说 这个齐王 按照当时的礼仪 他在一定程度上 应该是屈尊救驾 去拜见这个贤者 拜见有才能的人 来把他 请他来出山 来到自己的国家去承担治理工作 但是呢 这个齐王 他内心有一种骄傲 或者说有一种很微妙的心态 就是他觉得 他还是希望这个人能来见自己 来主动的见我 这样 他的姿态就更高 他对于这些 孟子这样的人呢 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所以他才说自己有病 说希望孟子来主动见他 孟子呢 马上敏锐的就察觉到了 齐王的这种心态 所以他就说 说哎呀 那真是不巧了 我呢 我也生病了 所以我不能够去你那上朝 我不能够去朝上拜望你 孟子这样说的一个意思 就还是 作为君主 如果你有意的 想让我对你俯首贴耳 来主动的去拜望你 给一个低姿态 那么我绝不能够给你这个低姿态 因为儒者儒家所讲的这个东西 是与天道相通 这个东西比政治要高 孟子是有这种状态 就是我讲的这个东西 比你的政治 比你的权力要高 后面他还会说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天呢 这个孟子在齐国有一个好朋友 叫东郭氏 这是他的朋友 朋友啊 朋友啊不在了 就是 呃 过世了 孟子很伤心 第二天呢 他就去这个东郭氏的家里去调业 去给人家那个哭丧 大家不要忘记 昨天他跟这个齐王派来的使者 说的是 说我生了病了 他第二天就出门去哭丧 这个行为是怎么说 就是自相矛盾了 公孙丑啊 他的弟子叫公孙丑 这个人就跟他说 说你昨天还说你有病 然后你不去见人家这个齐王 那么今天你又出门 去调业你的这位朋友 你这个行为是不是 虽然你是我老师啊 但是我还是得问 是不是不太好啊 孟子说 说昨天我病了 今天我好了 那我为什么不去调业 我的好朋友呢 大家体会这句话 这句话里有一种刚强 西者吉今日欲 如之河不掉 你说我昨天生病 可我今天好了 我为什么不去调业 我好朋友 公孙丑 他那个问话 是有点担心 他这么做 会触犯齐王 会故意给 给齐王一点难堪 而孟子的意思就是说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我就是不去见他 他必须来见我 那么按照当时的礼仪 如果说这个齐王 听说他的一个臣子 或者说是很重要的 一个贤人 像孟子这样的人 生了病了的话 他必须派一个医生来 这样能表达出 他对这个孟子的一种尊敬 这个齐王也的确这样做了 这样就有一个大夫 跑到这个孟子的家里来了 孟子这时候不是正在 东郭市他们家调业吗 这时候孟子家 就是只有他的一个堂弟 也有说是他的学生的 在家 医生来了 一看没有孟子 但是孟子堂弟在家 就问问他是什么情况 孟子堂弟就说 说之前大王让孟子 去见他老人家 这个当时是身体确实有病 所以没去 今天呢 是病已经好了 所以他现在正在往这个 所以他现在正在去 这个见齐王的路上 我不知道这会儿 道没道 实际上他这属于说瞎话 因为他不想让 齐王派来的这个医生 看到孟子不在家出去了 而且出去还不是去见齐王 是去干别的去了 那这就很不好 他觉得会触怒这个齐王 所以他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想保护孟子 他说完之后呢 大家注意 他说的是 说孟子现在就去见这个齐王了 如果说过一会儿孟子回来了 那医生又在家呢 这两个人见了面没法交代 所以呀 这个孟子的堂弟还很机智 就派几个人 就跑到这个路上去 去赌孟子 孟子不是往回走吗 就跟孟子说 说你可千万别回来 你可千万别回来 你现在马上去 去这个齐王那去 你得去拜见齐王 要不然 我说的这个谎话就戳穿了呀 你就触怒齐王了 你要给自己惹麻烦了 这个孟子的反应也很有意思 孟子也没有回家 也没有去见齐王 他回家当然这个场面很不好看 见到齐王派来的这个医生 到时候这个 他自己堂弟的这个谎言也要戳穿 他呢 就跑到了他的一个朋友 也是齐国的一个大臣 叫景丑士 就在他们家待着 景丑士对他的这个行为就很不理解 因为他就说呀 说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家的时候 最大的一种亲伦关系 就是父子关系 儿子要听爸爸的 我们走在外面呢 出了家门 就是君主和大臣 这都是人之大伦 就是我们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东西 父子之间是讲究一个恩 讲究恩情 所以父子要有恩 那么君臣之间呢 最主要的是讲究敬 君要敬臣 臣也要敬君 景子说的这些都是当时人 所共同认可的一种伦理的观念 他就说 说我感觉到 现在这个齐王对你还蛮尊敬 又派医生来看你 又邀请你上朝见他 但是好像孟子 您老人家 并不怎么尊敬这个齐王 这个孟子说 他说哎呀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你知道我怎么理解 尊敬这个齐王吗 我认为 把自己内心真正认同的 觉得好的东西 呈现给齐王 这才是对他的一种最大的尊敬 你们整个这个齐国呀 没有人在咱们齐王的面前 讲这个仁义 讲仁爱和正义 你们难道觉得仁爱和正义 不美吗 不是好的东西吗 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你们心里想的就是 齐王这样一个程度的人 他这样一种追求的人 你不屑于和他谈仁义 你是不是这么想 你如果是这么想的 这才是对齐王最大的一种不尊敬 我在齐王面前 我就只谈我心里认同的那种道 那种道义 所以齐人在这个国家来说 只有我才是真正尊敬齐王 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今天大家会怎么看 这个是孔子和孟子面对君主一贯的一种风格 就是他是代表道义 出现在这个统治者的面前 而不是作为一个 一味的替你打工 服从你的这么一个角色 儒家参与政治 是带有着这样的一种高度的 这个齐国大夫 景丑士听了孟子这一番话 也不是很认同 他说 我记得你们儒家的礼上已经说过 说如果是父亲召唤你 那么你应该连吭一声都不吭 直接就赶紧跑过去 如果是君主来召唤你 那么你也是拔腿就走 然后你后面的人给你准备马车 这样你运行不行到前面一个阶段了 这个马车赶上来再带上你 你不去等这个马车准备好 表现人对另外一个人召唤的那种 第一时间的响应 那么这次呢 你本来就要去见人的齐王 你听了他的这个命令 让你来见他 你反而不去了 那么你跟这个 这个儒家的这个礼上所说的东西 就不太一样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就说了非常关键的一番话 他说 你说的这个没有道理 不是这个样子 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曾子曾经说过 说像晋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 非常的富有 这样的富有 真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但是呢 他有他的财富 而我有我内心的那种无边的人爱 他有他的高官 有他的爵位 但是我心中有那种通天彻底的正义 所以我面对他就没有任何的 无论说是自卑也好 无论说是觉得自己比人家要低 都没有 你感觉曾子这个话 说的对不对呢 我们如果谈到天下什么东西最尊贵 那我感觉有三样东西 孟子说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官位 社会的这个等级 第二样呢 是年龄 最后一样 第三样是道德 一个人的德行 如果说是在朝廷 在政府之中 当然要讲等级 官大一级 确实应该对对方表示出尊重 但如果是在自己的家中 在自己的这个所居住的这个地方 我们尊敬那些年长者 可是如果说涉及到 关心这个老百姓 真正的辅助这个社会的发展 在这种时候 应该以人的德行来排序 也就是说 越有德行的人越受尊重 习王那样的行为 就是他掌握了这个最高的这个 爵位 也就是他是这个国家的君主 而因此 曼代了年龄与德性 孟子年龄比他大 同时 这个话也是在说 我的德性 我对道的理解比你要高 现在 你叫我去见你 这是不礼貌的 非礼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儒家的大师 在面对君主 在处理和君主的关系的时候 表现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再听一听 曾子这句话说的 他说 晋楚之父不可及 像晋国 楚国这样的大国的财富 是不可及的 彼以其父 我已无人 我内心有了无边的人爱 因此 我可以不在意那种富贵 彼以其绝 我已无义 无何切乎哉 我有什么可胆怯 可悲贱的呢 我们学了这个儒家呀 未来走向社会 内心中就充满着一种力量 无论是见到拥有大量财富的人 还是拥有无边的权力的人 我们心中那种仁义的火光 都不会熄灭 这个就是儒家 孟子给人带来的一种精神力量 小朋友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好听好玩的课程 请在微信上 关注公众号 米丽妈频道 米丽妈在这里 等你哦